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讲师是作为一名女博士在场 来平衡一下我们的整个嘉宾阵容 虽然可能说服力上不如我们上一位女嘉宾 我们的女主持那么有影响力 因为通常都是说男生女生和我 但是我尽可能地希望女性化一些 能够平衡一下我们今天的Ratio 那么今天呢我们FM105.9加国同学会 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走进我们的美丽的约科大学 能够把我们的嘉国同学会走进校园系列 有一个特别的专场 这个专场呢就是由我们约科大学生协会 我们的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UTCUA 还有我们的贝阶论坛 我们FM105.9和我们Virgo CX 一起联合主办的这个首届 由华人留学生一起来举办的这个TEDOX走进约科的这样的一个专场 那么刚刚呢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 是有和我一起都听了我们四位专家 专家和这个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四位亲爱的这个嘉宾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高超老师 高老师他是原Amazon和UberU部大中华地区的首任的公关总监 同时他也曾经在多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和全球互联网企业 担任大中华地区的企业传播总监 公关总监以及公关副总裁 掌声再次给我们的高超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那么坐在我中间的这位 罗姨她呢是我们北美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代表人物 她打造的人力资源界的阿里巴巴 大家一定要记住Jobster.io Jobster.io 如果在我们在座的和我们听众朋友们 大家想要找工作 我们的雇主想要找优秀的雇员 大家一定要输入在您的Google里面 或者直接输入Jobster.io 这个是一个大家求职 雇主找优秀员工的一个利器 我可以这么说吗 好 掌声送给她的创始人 Claude 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我们的Jim 他是应该全场最年轻的 也是我多伦多大学的学弟 那么他作为一个95后的 也是一个连续创业的这个创业者 他现在的这个身份是 普惠资本 Pool Global Partners的合伙人 同时他自己呢 也是松果基金的创始合伙人 也是加拿大风投领域当中 号称哥伦布奥 是我们最年轻的一个尖端项目的开拓者 刚才呢 他在他的Tag Talk的演讲当中 也说了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我们多伦多大学的 中国论坛的创始人 掌声送给我们最年轻的 优秀才俊 谢谢 那么中间最后也是 我们的这个Fintech的领军人物 我们的Adam 他是Virgo CX的创始人兼CEO 那么他是率先提出了 一个搭建全球稳定币交易中心的 同时呢 他也参与过的多伦多 很多量化对冲基金 以及不同的区块链项目和数字资产交易所的 北美负责人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Adam 以及我们的四位嘉宾 谢谢 那么我记得在我今天开车来这个约克大学的路上呀 我又在想今天怎么做一个开场 突然呢我想到了以前在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梁启超 他在一百多年前说过这个他在少年中国说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贴切 我们四位嘉宾和我们所有在场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在远方在电波上和我们相聚的年轻的朋友 他是这样说的 红日出生 祈祷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乾隆藤渊 临找飞扬 如虎笑鼓 百受震惶 那么我觉得呢尤其是在咱们现在的一个新经济和创新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我们年轻蓬勃的力量再不断地再往前推进再往前走 这样一个蓬勃的力量我们百年之后再听也依然觉得引起我们的共鸣 尤其是站在加拿大的这个国土上 我相信不管是从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前辈 还是我们70后80后90后甚至现在已经是00后10后 我们一代一代的留学生移民都走出了我们的国门来到了加拿大的这个国土上 我们在这里边奉献了我们的才华 奉献我们的智慧 奉献我们的汗水 奉献我们的创意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不断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 正如我们在场的这四位一样 我们一起携手用我们的努力在这片国土上 让我们人类的历史都往前推进一点点再一点点 所以今天呢我非常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和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对话 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真的灵魂和灵魂的对撞 也给我们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给一些思想的启提 一些spark 好吗 那么也请我们跟我们的在场的观众朋友 再次打个招呼 尤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Lowie 大家好我是Aden 她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也觉得Jim为什么这份冷场的开场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我想的都是听众 那我该说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听众都和我们很接近 我们有一个微信群 大家回头也可以加入跟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其实呢 我那如果这么冷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warm up的question吧 我想这个问题你们都应该能够回答 大家都是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的 从我开始吧 我是2015年来到加拿大 来加拿大读多数通大学本科 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 对于这个加拿大或者是土狼土儿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就是最开始 因为来加拿大之后就基本直接进入学校了 然后更多的是对校园的感觉 就是可能有点不谦虚地说 就曾经是个学霸 然后那个大一的时候 我学 我是学的是基础数学系 然后在系里就觉得 就是我选了所有最难的数学课 都觉得特别简单 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想转学的冲动 然后可能对于 就是对于 可能大家有可能不理解 但是我这也不是说在吹嘘一些什么 确实是高中的时候 一直关注数学竞赛 然后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练习 和这方面的拓展 我很幸运的是 我没有教到这样的学生 否则会挂在讲台上的可能是我 Loyne 你呢 你当时来的时候是直接读书呢 还是不一样的诡计 是 我是2005年到华铁卢 读的精算和计算机 之前是想读心理 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 Criminal Mind的那些就是 侦探的比较 剧比较多 然后我想做一个侦探 然后呢后来发现 可能离我想的比较遥远 这个Expectation跟Reality完全不一样 然后就学了这个精算 所谓的热点 然后学了精算 后来发现 跟着趋势走 也不一定是一个适合我的路 所以说呢加了一个计算机 非常愚蠢的 就一个本科读了50门课 本来可能离 那个韩孝能够更进一步的 所以说摸爬棍打工 后来工作了26家公司 然后走到今天 好 等一会儿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是怎么样一路走到了今天 那么Adam呢 你的这个履历 是不是也是一路学霸过来 让虐死大家的这个节奏 学霸倒是真的 但是来加拿大的时候 其实是我人生当中 其实选择最没有规律的一次 因为我当初来加拿大的时候 是2011年来的 然后是先来到温哥华 当初我来的时候 可能和很多人都不一样 我既没有考雅思 也没有考GMAT 我其实当初来加拿大的选择 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 我就觉得大学毕业了以后 就想出国感受一下 但当初的这个选择的 准备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就先来了加拿大 然后我在加拿大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门考GMAT 门考雅思 然后就知道自己是背水一战 就如果考不出来 打包回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最后运气比较好 最后被那个Ivy Bean School 就是他的Mass Program所录取 所以对加拿大对我来说的话 一开始的话是一个压力 一个挑战 谢谢 我都不用问下去 高超老师他自己都说了 他是一路的学霸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能胜任这个主持人了吗 有个女博士还是有用的是吧 那么高超老师 你说了人生有三万多个选择 不是所有的选择 都是critical的这种决定性因素 或者决定性的选择 我不知道出国对您来讲 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呢 还是跟Adam一样是一次冲动的出奏 绝对冲动是魔鬼啊 我当时移民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冲动的选择 现在想起来其实 冥冥之中有一些 我不是说你有一个规律 就不一定能选对或者选错 但是我是去年 其实是前年移的民 但是我不是在这边上学的 所以我这是台上唯一的 可以称之为叔叔的人 但是我宁愿你们叫我超哥 基本上他们都从 一说就是200几年刚上学 要什么情况下 拜托我上班都十年了 你们出生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上班了 所以我是前年期十一的民 但是我从去年才开始 真正中国和加拿大两边跑 这边的时间才开始多起来 然后今年开始 陆续把这个工作重点 和这个生活重点 再往加拿大前移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一路听下来 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 就是学霸 但是职业和人生的轨迹 还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还是从这个顺序 开始来走起吧 从我的学弟开始拷问 那么当初你是不是觉得 真的是大一课程太简单了 简单到你已经 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 所以就开始创业了呢 这其实确实是一方面原因 因为大一当时确实是因为 觉得课程压力并没有很大 然后我又是一个 特别闲不住的人 就是我觉得不做点什么事 就特别憋得慌 当时原本是想的是转学 然后又重新考了 原本我本科就是高中的时候 是想升美国大学的 然后又重新考了ICT 然后就觉得重新再想 走一边这个申请流程 再升一个美国大学 但是后来觉得意义又不大 然后觉得已经既来之则安之 在这边如果有一些好的想法 能去落实就去落实 于是就其实也是 就是有一天洗澡的时候 突然想了一下 觉得现在刷朋友圈 刷得有点没意思 就是你觉得少了很多内容 你的朋友圈能看到链接 能看到很多人的矫情 能看到很多图片 但是看不到很多好玩的视频 可能好玩的音乐 你甚至听音乐的时候 有一些灵感 有一些想法 没法跟人家交流 其实当时就这么个想法 然后就说 把这公司先做一下 然后慢慢做着做着 然后就一步一步走上 后来这些路了 当时你说你有可能做成抖音是吗 就是后来我也深度 剖析了一下自己 我觉得我做不成抖音 就是后来 即便现在在网上 能找到我公司的介绍 曾经的介绍 也都是看 就是这个样本介绍 跟抖音非常类似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 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我最开始喜欢的音乐 是古典音乐 这个东西确实没什么人 我们年轻人喜欢 就太不草根阶级了 那如果我最开始喜欢的是 比如说漫窑 对吧 我最开始比如说 喜欢的是喊麦 那有可能 这东西就能走上 抖音这条路 但可惜 我没有走上这条路 所以即便说最后 说很像抖音 那也成不了抖音 就是风口是有的 但是风可能刮错了 是吧 但是我们中间的这两位的职业轨迹 是不一样的 正常 它相对更接近我们正常人 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学校 开始做起点 名校的起点 然后之后呢 就找到了所谓的这个背接上面 高薪的 稳定的工作 然后呢 也在不断不断地跳工作 然后职位在不断地上升 薪水在不断地上升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人生 哪一个搭错线了 就突然开始决定 我要创业了吗 行的我先来说一下 然后那个从一开始 在华铁里有co-op 然后呢工作了非常多的 马农啊 精算啊 后来呢跟风 然后人家说那个投行有出息 然后去做点sales and trading啊 然后做一些data mining啊 那时候都不叫大数据 不叫数据科学 叫数据挖掘 然后所以说这些经历过来了之后 后来又非常肤浅 然后说每个人都想进这个咨询行业 consulting 所以说一毕业之后呢 然后就是拼命挤进这个consulting的这个领域 然后呢consulting之后 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所以说26个公司里面 有非常是 非常多是这个咨询的这些项目 那后来发现这个 也后来也做了猎头 然后因为公司过来知道我人脉多 然后呢知道 就是我会给他们推荐一些 我这边的朋友 那他我做成了他们的preferred vendor 所以说走过了甲乙两方 在工作里边 跟很多的管理层做管理咨询的 然后所以说跟很多的管理层交流 但我就没有Jim这么幸运啊 因为我是 我还记得我当时在co-op的时候 一块钱吃三个面包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还得荤素搭配好 然后我是家里面都是工薪阶层 所以说我原来有创业的机会 但是我 我觉得从公司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对我来说帮助更大一点 所以说走得稍微慢一点 但是自己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个创业的路上 等一会儿我们要让他聊一下 这个Dropster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是跟洗澡有关的 还是跟桑纳有关的 Adam 你呢 你的这个也在背街闯荡过很久 最终怎么样决定 要挥别这份稳定的工作呢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内心一直是 就是一个不太追处安稳的人 就是我始终觉得 要做点什么事情啊 倒不一定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 但是就终觉得 在加拿大这一个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 其实如果只是一份工作的话 就会对我的人生价值没法体现 所以我在加拿大的 就短短的七八年里边吧 大概也创过好几次业 包括当时在London 开了London的第一 应该是前几家的密室逃脱 然后呢包括和朋友 组建过一个小型的收集货币基金 包括就是现代的创业 其实我是一直在不停地创业 那么在我就是闲暇之中 那么从另外一条主线来说呢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Bmo Capital Markets 做那个技术相关的衍生品的 就是商业分析师 做那个交易系统 做了一些时间之后 觉得技术这个领域 纯粹让我去做技术 我觉得不太喜欢 那后来又加入这边的一家 Boutique的一家Hedge Fund 做了一些投资相换的工作 那么直到到现在 在做区块链的一个交易所 一个金融服务 其实我整条逻辑性来看的话呢 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追求 希望做投资一开始做不了 先做技术 然后后来又转到了投资 那投资后来发现 自己投资能力一般般 那最后还是给别人提供一个 投资交易的场所 所以整条逻辑线的话 再配合我自己不安的 这么一个性格 就导致我这么一个创业 从他怎么出国的 大家知道他这个不安的灵魂 是很难安放的是吧 那么我们高超老师 咱们这个不管是从年龄上呢 还是从工作资历上呢 可能要先于这三位 但是我觉得您的资历 也是拉出来 闪亮亮的这个履历表 不管是从行业巨头 咱们戴尔百世都做过 然后咱们这个互联网界的 互联网的这个Amazon 或者是Uber 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企业 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传统企业的巨头 还是新兴的这个网络 新锐的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在想 你唯一 我其实曾经调研过您 就是Google过您 然后我曾经在一个 就是我知道您上过汪涵的节目 他给您的一个标题档 我不知道是不是标题档 他是说你是跳槽王 就是这个跳槽 其实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咱们也有点本事 才能下家接得住 上家会得了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是什么样的动因 能够让你一直 push自己要往前走 要去尝试新的 再去不断地去换 你的这个人生的公式 像他们三位的这个 是不是也适用呢 就首先我自己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人生公式本身 并不是我一直 就一直就知道的 其实真的是对自己的一个复盘 我在整个的一个职业发展过程中呢 我在做讲课的时候 曾经讲 我说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 从来的机会 后面什么 后半句是什么 我会说我错了 对吧 如果一定要这个错误上 加一个期限 那个我说至少是十年 因为十年以前 其实刚才我也讲了 我其实错失掉了一些 我认为现在回过去看过的机会 所以在整个反思这个职场过程中 我发现 就是刚才我们几位学霸们 这个青年领袖们 也提到了他们整个的人生轨迹 我自己觉得 在整个的规划里面 其实如何去挖掘自我 如果去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是现在年轻人真的要去把握 和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就刚才我讲了 现在这个社会 是一个特别不确定的社会 你把你自己放在 堵在一个平台和大公司上 尤其在加拿大我来了以后 我确实接触到了 很多咱们这边的优秀的留学生 然后很多人呢 其实确实考虑到说 我到底回国呀 然后是要创业呀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但是我回到刚才我说的问题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的前提是 能不能先把自己给搞清楚了 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 去用一种创业者的思维 我有一个概念 叫做你不要去做职场经理人 然后另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你千万别轻易创业 他们这三个人站在台上 你知道他们碾压死多少人 他在坐到这儿跟你们说话 对不对 他们可能是百分之 这个零点零一的那些人 大部分人已经被他们碾压的 已经不行了 这个 所以创业的概率 是一个非常小概率事件 所以我想讲呢 既不要去做职场 传统的职场经理人 又不要去做创业者 那做什么呢 我经常给我的这个同学分析 就是说 我特别鼓励你们去做一个 叫做职场创业家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叫做careerpreneur 就大家知道是entrepreneur 对吧 就是你应该用一个创业公司的 这种创新型思维 来管理你的职业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 跟我们很多的 我的职场实验室的同学 我的这个品牌营的同学 我跟大家讲 你们能不能构建 这样的一种创新型思维 不是真的让你创业 而是你要去了解 一个创业公司 是怎么火过来的 怎么变得优秀的 其实有很多工具的 很多人都没有 就没有研究过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说 我拿彼得的路克 其实readhaw方面 提过这个概念 就是你有没有本事 把自己变成一个 叫做你这样的一个公司 然后你用一个 创新型公司的管理方法 管你自己 这个特别有意思 我就有机会 我们再深入探讨 但是回到刚才说的 主持人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现在每一个年轻人 如果谁先能构建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你一定会在 这个职场里面 会得到先机 或者很早的时候 就能具备 有策略的能力 而别人没有 底层逻辑的时候 你跟别人拼的 不是经验 不是资源 我刚才讲了 你运气给到你的财富 可能瞬间转瞬即逝 你成就你的一个因素 可能改天 就是杀死你的那个因素 那所有拼的是什么 就是你用没有 没有底层逻辑 对 所以呢 高超老师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用他曾经付出过的 惨重的代价 然后来给我们 总结出来这个公式 我们其实做科研的 我们都是这样的 就是公式是在那 但是他可能要用 在不同的assumption下 有不同的环境 虽然我们可能 每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元素 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每个人的系数 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反应的 这个stress testing的 这个承受能力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但是归根结底 自己适不适合 可能是更重要的 认识自己 可能真的是更重要的 那么我们话说回来了 拉回来就是 刚刚这个高老师也说了 坐在台上的 可能都是碾压过无数人的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 背后一定也有至暗时刻 我上台之前都跟他们说了 我说我不会要让你们 永远把你们光鲜的那一面 讲给大家听 把你们这个学霸那一面 讲给大家听 我也要PO一PO 你们难道在人生地图上 你们的GPS就没有掉过线吗 你们难道就从来没有迷茫过吗 这个洗澡过后 你的第一个公司 就是说没有像你发展 想象的成为一个上市企业 或者是被一个 特别特别像你当初创业的 那个愿景成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家公司 对于我这家公司来说 我并没有认为 它没有按照我的计划方式去发展 反而它却是一直在按照我的计划去发展 因为最后我做这个 不再做它的决定也是很明确 就是我发现自己其实不够学霸 如果我要足够学霸 我还可以边做这家公司 边把我的理论数学读得轻轻松 然而我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也是因为跟家里协商过 发现我觉得还是 在这个时间段 还是更好的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更重要 所以我决定继续读书 这家公司就先暂时搁一搁 但是除了这个 这只是我觉得可能不叫失败吧 这甚至都不叫一个挫折 但我认为我能体会到 挺多挫折和绝望的 还是在后期在一件一件事里吧 就比如说在做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募资 我做了无数的cold call 因为我不想说自己做这家公司 就是说去跟家里要钱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更好的还是去 做do it the right way 对吧 我们去找投资人去募资 把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想法 但是当你发现无数的投资人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不投这个产业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关注社交了 然后你适速在给他解释 我做的东西不是社交 我做的东西是内容 不断在做这方面的 反复的咬文嚼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OK 其实不是你以为的 之前有一个相声里面 说过一句话 你不要以为 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这听起来非常特别绕 但是就是说 当你跟别人去聊这个钱的事 聊这个未来的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在之后办论坛的时候 同样也是 就是我们觉得自己这个平台 已经做得非常好 我们做这个平台 已经给服务了很多大众 我刚才跟几位导师们聊 我觉得也非常欣慰 就是可能对多伦多创业感兴趣的人 基本也都听过灯塔的名字 但是就确实是在你搭建这个平台的过程中 让人 让创业者认可你 让投资人认可你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经历过很多绝望的时刻 你想请谁谁不来 你想让这个创业公司来 他不来 然后就 其实这样的时刻非常多 但是 这个时刻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学习的 而更多可学习的是 你怎么踏过这个时刻 在从来做反思的时候 能从这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 谢谢我们的分享 我不知道Jobster的这一路 是不是也是跟你的这个学霸的路一样顺遂 还是其实也不是的 其实我学习呢 其实一开始 我要讲到的是一个学习的根本原因的问题 一开始我学习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不想被忽悠 因为我很讨厌别人说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 然后说我永远达不到 然后所以后来呢 我就学着学着 慢慢发现我能够达到别人 能跟别人走到一个平台上 那后来我真的发现 学习了这么多的东西之后 我对社会 对整个世界 是非常非常热爱的 当我帮助别人 跟别人介绍公司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Lowin怎么会觉得 每一个公司都这么酷 然后每一个公司 你都知道它盈利多少 或者是它为什么会这样的公司 它理念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这个社会上的意义和价值 我觉得这点 让我非常 我是边走边摸索 最后我真的真的非常热爱这个社会 我觉得我是可能是这个社会上最幸福的人之一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曾经非常肤浅 追民逐利 我认为价值 薪水是体现一切的标准 你的薪水高了 你做的工作可能就会更好 人和人之间 其实我并不认为有 这个就是 高低贵贱之分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然后每个人也都能够 向不同的人学习 尤其AI进来之后 学习非常快 所以说当我在追民逐利 达到了薪水的顶峰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的是 所有的C level 很多大公司 它的管理层 真的都不喜欢他们的工作 那所以说我发现 我的工作 原来我是一个consultant 就是management consultant 我的工作是为了 帮助公司解决问题 但你解决的问题 说来说去都是一些痛苦 然后有没有一个方法 去给人创造幸福 所以说这就是我从 一个赚到了钱之后 我就不断想 为什么要赚这个钱 然后赚这个钱 是不是能够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去赚这个钱 这是我的一个两点分享 那jobster的话 你现在做这个 人才资源的这个阿里巴巴 那也是需要 不可能就只靠 你一个人的脑袋了 那你可能是 现在我们说是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在这个方面 你觉得你们的平台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是的 然后我认为 我是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最喜欢找工作的人 然后之一 因为高老师也特别 高老师因为跳槽 跟我这个找工作是不一样 我是在摸索 早有你我就不这样 是吧 高老师是跳槽 是有一个plan 其实他做的决定 他说是说 我这是跳槽成瘾 对 然后我其实是 真的是摸爬滚打 经历了 就是我觉得 在年轻的时候 就经历了特别多 然后jobster的话 我希望的就是给到 雇主 HR 猎头和求职者 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 我投了这份工作 我没有拿到面试 我要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有这么一个 另外一个人 他比你优秀在哪里 那你应该怎么提高 所以说jobster是 一个透明的机制 然后每个人都是用 雇主和求职者 都是用一个系统 求职者 也是 就相当于用 同样的系统 去测试它的匹配度 雇主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了 就是五年的 我们KE Solutions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咨询公司 是结果保障的 就是不成功 就是 都是只做成功的 所以说 我们是通过 这样的模式 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 位到这个jobster的 引擎里边 然后成功的数据 才是能够帮助到 大家找到工作的 这个方式和方法 所以有可能会让大家 变成一个持续的 找工作上演的 这个平台 是吗 会不断不断地 让自己更精进 也不断不断地 找到更好的工作 是 然后变成下一个高老师 对 然后我们用了很多 Gameify的那种 就是游戏式的方法 希望大家找工作 是一种热情 而不是说 是一个解决 生活刚需的 这样一个 被动的阶段 那么Adam 你这个从 密室逃脱开始创业 然后到现在 玩赚这个 虚拟货币 我觉得都 听起来 从每一个时间段 都是那个时间段的 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前一段时间 我也是听说 有这样的一个battle 就是由Linkin的这个创始人 Hoffman 他偷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rap battle 他的两个battle的人 是谁呢 一个是Alexandra Hamilton 是美国的 可以说是 著名的经济学家 然后美国第一任 财政部长 他最重要的 就是要倡导政府 引导货币 管理货币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神秘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比特币的创始人 这个 中本聪先生 那么 是不是先生 我还不一定 是吧 对 就是这两个人 对于这个 虚拟货币的 这样的一个争论 也能不能你在 这个作为行内人 你的分享 肯定比我要更精彩 更精湛 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这个battle 到底争的是什么 那么你现在 作为一个行业从业人员 你的看法 又是什么样的呢 对 其实他这个battle 争的东西呢 其实非常 有非常多的经济学的原理啊 包括是不是应该是 中央政府 来控制 这个货币的发行 包括你这个里边的一些 反喜先的一些说法 包括你 如果没有中心化机构的话 会带来怎么样的经济灾难 其实是很多传统思想 和那个区块链思想的一个碰撞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区块链 这个行业来说呢 其实 它有两个很本质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他其实听不懂 我受到最大的一个反馈 包括上次跟超哥交流的时候 也是如此 就是没有人能够把区块链的概念 说得清楚 就超哥说我听了无数次演讲 到现在还不知道 区块链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本质的挑战 而且区块链中也鱼龙混杂 它里边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人 因为它是个新的行业 它是暴力的行业 所以它里边有一些干实事的人 但也有些人是希望通过区块链报复的 所以把这个行业整体的水平 变得非常参差不齐 尤其在某些国家 在前几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其实对区块链 是持有负面影响的 所以说当我和我朋友说 我是在区块链从业的时候 他们说先戴个有色眼镜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所以说就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直到现在最近习近平主席说 我们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 才开始为我们平反 可以出一口而起 你们看 你们错认我们了 我们不是骗子 所以说这是一个区块链里边 很常见的东西 那么其实我还想分享一点 就是前面回到你前面说了一点 就是创业这方面 其实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体量很小的国家 一共就三千多万人口 当我在创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跟别人解释这个问题 第一句话我问你 区块链这个很大 是全球性的行业 为什么你要选择加拿大 原因是什么 那我不能跟他说 因为我住在加拿大是不是 那这个理由还不太很担保 但是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加拿大的国家虽然说人口很小 但是它的政府很开明 它的政策给你很多的guidance 它这边的人很有善 允许你去开发这个产品 不会对你过多的critics 会很接容你这个创新的过程 所以说在加拿大开始是有很多道理的 包括以太坊是从加拿大开始的 包括全世界第一币区块链转账 是在加拿大的ATB Alberto Treasure Bank和德国的银行 所以加拿大其实创造了很多的第一 虽然是人口不多 但作为打造产品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区块链的创业中 让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你怎么能够让别人证明 你是一个credible person 让怎么证明你能够去执行你的vision 让别人怎么去相信你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应该说是心酸之路吧 如果传统行业里面 打100个电话99个是拒绝的话 那区块链里面 可能前100个都是拒绝的 到最后还要以我自己的credibility来说 如果你相信我这个人就投 所以说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大家听过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是 我为了采访他 我也是熬夜做了什么是区块链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的理解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 我会愿意花时间花精力 去更多的去了解 去更多的去研究 因为我跟Louie一样 我不喜欢被人忽悠 我不希望被我不知道的东西而打退 但是我希望去了解 更可能发生的一些机会 我们不要错失 但是我觉得讲到这个名字 我又觉得这个Virgo X 因为我自己是很相信星座的 我是知道每一个星座背后的这个英文名字 Virgo实际上是臭女座的意思 这个是网上被黑最惨的一个星座 所以我不知道 你看人家Facebook推出的是Liberal天秤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处女座 作为你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名字 第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本人处女座的 当然这个开玩笑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实际就是因为我前面讲到的 关于这个区块的这个行业的一个 普通观众的一个perception 包括对于交易所来说 因为前期发展当中呢 有一些张乱差 所以呢对于处女座 大家如果研究过它的话呢 虽然说它有很多不好的影响 比如说是缺毛求疵啊 完美主义啊 洁癖啊 各种坏毛病 但是它有一些好的一些象征 比如说它比较追求细节 比较追求责任感 对不对 做事情相对比较靠谱 那其实呢 我是希望把处女座这个特征里面好的一面 包括不好的一面 都融入到我这公司品牌中来 那当别人说 你是个交易所 对不对 那我要把钱交过来做交易 那我怎么相信你 那我第一句话说 你想不相信处女座 大家开玩笑啊 就是处女座的话 这整个的一个星座的东西 我希望是带给我们所有每个员工 现在二十多个全职员工 包括以后更多的员工 他们都要能够相信 这个星座带来的价值观 就是做事情靠谱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有多少处女座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既没有得罪你们 也希望给你们一个平凡的机会 因为也可能还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大家记住 Virgo CX 那么我们的高老师呢 就是你是啥星座的 那个网上有一个段子 说人故有一死 或死于天蝎 或死于摩羯 然后本人太阳星座天蝎 上升星座摩羯 所以没事别招我 我还专门买了一个T恤 后面就写着这句话 处女座挺可爱的 在我们的眼中 那么高老师 来加拿大 您觉得这边的创业环境 和国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怎么能 因为我其实在社区里边看到 时常能看到 虽然我没有见到本人 但我时常能够听到 看到高老师 又分享会了 高老师又做什么样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 active的一个person 在我们这个华人社区里边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最近您有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感悟 对于您链接中家两地 变成一个超级节点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能不能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自己其实来加拿大的时候 真的刚才讲 跟主持人介绍 我是非常随性来的 然后当时来的时候 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不知道来加拿大干嘛 就是因为孩子教育的问题 然后就放弃了 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 我和太太两个人 然后就来到了加拿大 当时我甚至已经做好准备 要当Uber司机了 因为我不知道来干嘛 然后在今年开始的话呢 从去年的探索到今年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了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所谓孙正义 有一个投资理论 叫做时光机理论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他发现了一个 就是在不同地区 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个时光机 我发现在中国的 这个创业创投 双创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和加拿大的 这样的一个创投环境相比 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 原来大家认为是 Copy to China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大家认为是Copy from China 所以我发现这边的 比如说拿区块链来讲 好像我来之前的时候 中国区块链 他们都热那劲都过去了 在加拿大的时候 方兴为爱 大家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你有种强烈的感觉 所以这种时间窗口呢 其实是给我们的 加拿大的创业者 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 我觉得两边 只要是我们经常在中加之间来回交流的人 就会感觉到这一点 所以如何能够利用中国比较好的模式 然后来帮助加拿大的企业 更好地跟中国进行链接 尤其我们这样的一个华人社区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的新人社区和主流的这个 这个mainstream这部分 我们不链接 但至少说呢 华人本身从文化差异 从这个整个融入度和接受程度 和沟通成本来讲 相对来讲效率比较高 所以回到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 我突然发现中国 我以前在中国所做的创业 我在中国所连接的资源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能帮到这边的社区 能够快速地提升 或者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和更新 所以开始做了这种尝试 那现在呢 基本上 我做的一些尝试 包括我先从人开始 因为如果没有人 我们这边什么项目都连不了 对吧 我不可能把项目做在这边落地 所以才有了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叫做超新星品牌学院 超新星职场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有了一批刚才我说的小伙伴们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认知同频 和大家一种这样的一个连接 然后我们帮助一些中国企业进行连接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大家知道 如果你回国 你感触可能其他都感触不到 最感触最深的是 中国出了一堆好吃的 有没有 各种好吃的串啊 什么这种非常新的这种餐饮 你会发现 是不是这两年 也就这两年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 有了好多中国的新餐饮品牌 进入到我们周围了 对吧 所以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我们当然 我非常自豪的 这我不做广告了 等到落地以后再做 但是我们帮助中国的一些 创新型餐饮品牌 进到了加拿大 我们后面还有包括新型的社群 新型的电商 等等一系列的部分 其实跟加拿大非常好的资源 好的渠道 然后好的技术进行连接的 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精算 我们也提到 其实国内有非常好的新型互联网的保险行业 我们最近正在跟滑铁楼大学的精算系 准备进行一个合作 然后来共同做一些研发 等等这一系列 其实可以帮助中家进行连接的 所以回到主持人刚才说的 就是说 我突然找到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因为我在中和和加拿大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对接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双方 能够衔接的机会 然后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今天这个 我的加拿大001号学员 我的徒弟也在这 对他来讲 原来他其实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实际上大概这半年 经过我们跟着项目一机跑 他现在其实 总共算下来 中国加拿大两边的企业 给他的offer 手里有个七八个 他随便挑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 其实offer不重要 刚才我讲了 不是这个工作机会 而在于 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些平台和机会 都是帮你去做 升级和迭代和发展的 所以实际上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 新的留学生 像其实我们的Jim在他的Tech Talk当中 也讲过 就是不同时代的 创业者的 所遇到的 所遇到的环境 机遇和我们自己自身的特点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 我们这一代的新移民 其实也有着 我们特有的这些优势 大家应该好好的利用起来 同时也要好好把握 高老师在加拿大的这个时光 Jim 我在聊过来 总是这样一轮一轮的这样聊过来 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要钱太难 能够让这个身份的 你觉得这个目前太难了 才会让你转变身份 从一个从别人身上要钱 或者从别人身上目前 到转换成你做VC 开始去投别人呢 这个身份的转换 有一个什么样有趣的 这个故事和契机 其实很好玩 大家觉得做VC 听起来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的酷 然后觉得创业者都是过来 觉得你特别厉害 想找你要钱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VC也要钱 VC的基金怎么做起来的 是找LP投资人来做起来的 所以同样都是要钱 VC跟创业者的要钱 要的难度可能系数还更高一些 但是我做这个转变 其实也是契机吧 就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做完第一届灯塔论坛之后 我确实觉得之前 对整个创业这个理解太不深刻 从开始做这个行业 不是说想靠这个去挣钱 去想在这里面真正做出什么 而是想去学习 就我觉得 在评判自己学习能力的时候 我从小到大喜欢 比如说学这么一个事 就一直去学下去 比如学术学一直去学 我从小到大学学钢琴 从三岁开始就弹 一直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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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到 弹到很 现在也在弹 对吧 就是这个 我觉得 纵向的这种学习能力 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欠缺 但是相对欠缺的是 横向的学习能力 是 是看 除了这个产业 在同时再看另外一个产业 在同时看很多很多产业 对于整个这个 有这样一个 飞快的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VC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这样一个提高 所以我最初开始 做VC是 大概是这样一个原因吧 那你觉得你目前为止 经手的项目当中 你最满意 或者最难忘的是哪个 其实 就是 之所以现在我们 就仍然在 以普会的这名字 在外面做一些 就是宣讲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在 从2016年年初 开始做这期基金 一直到现在 投出了比较多成功的项目 但是我们关注的领域 一直都是一些 高壁垒的硬科技领域 可能是很多 普通的投资者 所看不懂的 但我们 经过我们的团队的审核 我们自己去做行业分析 然后我们最终投 包括投完之后的管 才能把这些公司 从可能从 一个一个的 再把它做下来 然后我觉得 让我最满意的 还是这个 刚才我提到过这家公司 叫 Mail Vision Technologies 这家公司是一家 毕业于滑铁炉的 浮发器的公司 毕业于滑铁炉 Community Tech 一家公司 它做的是什么呢 是做 就是我们每天在城市里 开车都会知道 都堵车 那堵车本质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红绿灯 其实除了车多 这车多这个现状 是很难去改变的 除了像国内一样 单双号线型 对吧 但在这边 如果你堵车的话 其实说白了 是靠红绿灯的变换 来解决每个 交通路口都拥堵的 红绿灯的变换 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 它每个 什么时候变 什么时候变成红 这个时候 多长时间变成红 是一个有非常好的 会有一套好的算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公司最开始 做的想解决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公司 如果说本质上来的话 它其实是一家 人工智能的公司 之前 就这点也想给大家 对我对人工智能 一个看法 就是我对人工智能的 行业的 就是对人工智能 很多初厂公司的理解 更多的是 它来找我们募资的时候 那跟我们很多 人工智能公司 一定要提大数据 就是说 我们是一家 人工智能初厂公司 我们将来会成为 一个大数据 数据越来越多 我们就分析得越来越好 但是这个我不是 说实话不是特别信 所以刚才我跟 Loy哥聊的时候 我也说 我直接很直白地问他 我就很直立 然后问他说 你以前公司 做了多少份简历 有推荐多少份 申请的报告 我觉得他的数据 就非常impressive 这才叫已经有数据的 你才跟我说大数据 你又没有数据 不要提大数据 慢慢先积累出来数据 想想怎么得到这些数据 最开始在投资 Milevision的时候 他已经获得了 十几亿小时的 各个城市的 交通路口的数据 这是我认为他 不管怎么样 这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那些公司 成绩也非常明显 在我们投的时候 两年 刚刚好两年以前 也就是2017年的11月份 投资的时候 当时他的估值 差不多是一亿五千万美金 然后现在 今年我们准备退 现在大概的估值 可能是不到四个亿美元 这样 就是获得了两年之内 获得了比较 飞快的一个成长 这是我觉得 比较值得分享的 一个投资经历吧 那么刚才 我们其实真的是 任何一个机会 都不要放过 它都有可能成为 你下一个金主 我们的Loy看看 已经开始 跟我们的VC开始聊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 在这个方向 是有新的发展和计划吗 是 我们之前呢 都是白手起家 莫爬滚打 现在呢 也可能会考虑一些资本 能够加速我们的运转 打算想说我上赶着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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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要跟我聊 是我想跟人家聊 因为确实是一个 很优秀的公司 但是我们其实 更希望的是通过平台 可以 我们觉得 其实方向对 走得快慢 无所谓 如果说有类似的公司 能够做到更好 这其实对于我们 都是朋友 因为理念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希望 就是通过 Jobster.io的这样的理念 能够让大家 未来做一个 有意思的人 像我的这个人脉圈 每个人都 比如说有个金字塔 的这个人脉圈 那我的这个人脉圈 朋友圈呢 就非常有意思 它是个漏斗形 它不是漏斗形 它是一个hourglass 所以说上面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关系非常好的 中间其实没有 因为过客 或者说就是我们 就是陌生人在底下 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圈 就是我自己想了一下 为什么这样生活 比较有意思呢 因为你跟自己聊天 更有意思 然后很多的想法 并不一定是你 属于你自己的 也有很多的想法 是被别人感染的 那这些想法 它是帮助你validate 你的想法 是不是有长远的计划 所以说我们 有很多人喜欢 比如说补短 那我的建议 其实可能就是 你在补短的时候 当你补到了别人 那个level的时候 别人已经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所以说我更希望 看到的是 有意思的人 然后我们这样 可以有一个交流 因为如果说 否则用人工智能 能够分析出来 是哪一类人的话 我觉得咱们 就没有我们 属于我们出生 在这个人生的意义上面 的一个真正的地位 那么Adam 你呢 对于你来讲 就是创业的这一路走过来 你回顾 你的这个 至暗时刻是什么 然后你现在 对于企业下一步的发展 想要怎么样去计划呢 对 我至暗时刻 其实前面 差不多提到了 最主要是关于 这个信任问题 就是对这个 整个行业的质疑 包括对整个 就是加拿大的市场的质疑 那么我觉得就是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做到现在 可以对我们所有的投资人 包括对我们所有的用户 几千个用户来说 其实我们是deliver 我们之前的promise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处理做嘛 说实话 如果就做的事情 自己都感觉不爽 就每天自己就很痛苦 那很痛苦怎么办 加班 把事情做好 那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起于加拿大 会就是走于全球的 这样一个观念 其实我现在 这次包括回国 见到很多投资者 包括我们现在 和南美沟通 因为区块链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 全球化的概念 所以我们Burgosix 这个品牌呢 其实会慢慢地 走向全国 那么可能很能 全部是全国 全球 那么我们其实现在这个 作为加拿大 作为一个起源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其实我觉得 承载体是非常好的 因为加拿大 对国家的信用好 它对人民这个 踏实肯干 这样一个精神很不错 所以呢 下一步来说 我们一定是 把我们团队 更多的全球扩张 包括在南美设立office 在中国 在东南亚设立office 都是一步步 会开始开展的 Jim也没有兴趣投一下 我们去 我们一直在看区块链 但是就是 可以之后聊 一定要 多谢老板 咱们其实讲的是 GIM所谓代表的 所谓机构投资人 那么但是 我知道你其实不仅仅 是对接 机构投资人的 我们普通 难道我们普通人 我们都平常 我们比方说 在传统领域 我们也可以炒股 炒基金 或者是 不算炒 就是说投资 那么我们普通人 有没有机会去投资 至少给我们一个平台 我知道你的平台 是做这个的 但是它看起来 好像又很遥远 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 我们到底 开户是多难的一件事 对啊 再次感谢 给我一个硬广的时候 对我觉得 其实我创立VergosX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说 我关注了比特币好久了 我能不能给你100块钱 你给我一点比特币 那我觉得这个流程的话 就其实显得非常的不有效 那么包括在加拿大的话 其实全世界来说 数字货币交易所 几千家 上万家 但是真正意义上 有牌照 能够拿到银行通道的 能够被政府认可的 可能不超过5% 甚至更少 那么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成为这5%里面 金字塔里面的5%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的话呢 我就是真正意义上 要让这些能够 想参与数字货币的人 非常轻松 只要到我们交易所来开个户 KYC过了以后 你可以通过e-transfer Y-transfer 包括以后信用款 很轻松的 你自己下载APP 不用去问任何人 因为现在很多的交易 还是通过现金马家带交易 给你1000块钱 1万块钱 你给我点比特币 但这种交易模式 其实是原始的交易模式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把数字货币 让更多的普通人 想参与的人 如果你认可他 给你一个轻松 5分钟到10分钟 就能够打开 你数字货币大门的东西 谢谢 我估计我下一个 等一会儿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我可能就会拥有人生 第一个比特币的可能性 我觉得聊天 其实都是一种收获 那么高超老师 你的这个成功的公式当中 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社会关系 就像我们刚刚坐在这四个人 坐在当中 就有不同的这个机遇 都在创造过程当中 所以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你mention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专业术语 叫超级节点 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超级节点 我们普通人 有机会成为那个节点吗 然后我们怎么样 能把这个超级节点 变成一个 不管是撬动职场 还是撬动创业 撬动投资 各种各样的一个人生机遇呢 节点这概念应该是个 区块链概念 借用了一下 反正当无知当无味 对吧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其实为什么是 人脉最核心的部分 是什么 是价值交换 大家大部分认为 你启动跟另外一个人的 微信朋友圈 或者你有一种人脉 叫做我有他微信 这些事不管用 知道吧 就是所以 你其实真正的这种人脉 其实来自于 你能不能构造一个 价值交换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讲呢 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现在 特别鼓励我们的同学 我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和窗口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大家认同不认同 你们认为现在 目前个人品牌重要吗 相当重要 对吧 你们知道怎么去做吗 你看啊 我告诉你 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领域 其实非常重要 对吧 一个就是 你要投教育 还有一个很多人 不太重视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就是做自己的个人品牌 加拿大现在 目前我觉得 我自己为什么 我这段时间做的还可以 大家觉得说 有圈子里面认为 你知道有超哥这个人 好像大家觉得说 还愿意去了解了解 我觉得很重要 是我占了一个 我自己会做品牌的一个便宜 我自己觉得 不管是创业者 各位认为创业者 是不是CEO的品牌 很重要很重要 对吧 投资人怎么去看到你 你职场品牌重要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品牌 如果你把它作为资产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你的超级节点 你凭什么跟人家被链接 那就换句话 你自己怎么管理自己的资产 其中一个资产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你跟别人 所有的人手里面牌都一样 就是你自己 对吧 所以个人品牌这一块 其实是 我在帮助我的一些同学也好 我的小伙伴们也好 在帮他们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于 我们讲说 你知道怎么去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 最快捷的方法就是 你永远跟优秀的人在一块 你知道前两天 我读了一本书 里面其实提到一个词 叫关键人 就换句话说 你知道很多 刚才我也讲到了 就是有些你自己 不认知的东西 你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突破你的 叫做认知壁垒这件事情 你自己做不到 你知道有很多的 这个什么呢 这叫做 你在所谓的愚昧的山峰 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 邓宁克鲁格说的 他就说 你不知道你自己 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突破点 不来自于你自己 这不怪你 但是需要有一个人 把你把它拔出去 突破这样的一个认知边界 这件事情 这个人叫做关键点 关键人 所以呢 你应该去找 这样的关键人 不一定是mentor 可能是mentor 也可能不是 可能有很多coach 就等等 但是要周边有一个人 特别牛逼的人 很多特别牛的人 本身他也有自己的关键人 对吧 盖茨也有自己的coach 然后包括 克林顿有自己的coach 当然我不是说 那个life coach 不光是life coach 这个概念 就是讲的是说 你自己要有这种关键人 那你去做他的学徒 永远有一个学徒心态 所以我自己也在找 我自己的关键人 我一个一个行业去学习 比如说在区块链领域 可能Adam就是我这个关键人 就这跟你自己的地位 各方面都没有关系 就是怎么打开你的认知边界 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 那个主持人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怎么去构造你自己 突破这些关键点的认知边界 比如盖茨曾经说过 说 what you know is who you know 对吧 所以你找的那个who 对你来讲实际上 是打开你的这个壁垒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讲了 人脉第一 要价值交换 构造自己的价值 个人品牌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就是 找到这个关键人 找到这个能够帮你打破 壁垒的这个认知壁垒的人 然后跟他去做学徒 成为跟优秀 始终跟优秀人在一起 他足够优秀 然后你找到优秀的社群 所以小小的这种 我自己的自豪就是来自于 我现在目前构建的 这样的一个社群 真的是加拿大非常创新有利益 而且非常有学习能力 地帮小伙伴们 他们之间互相的联接力 非常的强 今天早上 他们刚刚一起爬了斯仁塔 我pronovan 就是今天我怕 我在台上腿软 所以我早上 我就没去跟他们爬 不然我一定跟他们爬 所以我想讲的说 他这种精神 社群所给你带来的 这种价值观 这是能够帮你走向 优秀的最快的一个途径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谢谢谢谢 我们超哥 今天大家所有在场的 和我们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上了一堂免费的课 我们要感谢超值的 这样的一个bonus的 奉献的这个精神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个人品牌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就有 松果基金的诞生 这个其实我刚刚说Jim 其实Jim的中文名字 给我们说一下 对 我应该提到 我中文名字叫果松辉 我的姓是非常的罕见 我姓果 果实的果 那个聊聊松果基金吧 就是为什么叫松果基金 除了我的名字 带果松这两个字之外 我们觉得松果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果实 它是在最寒冬的时候 仍然会在那挂着 然后我们觉得 之所以创立这家基金 是在一年多之前 因为很多朋友在找我聊 说你一直在做投资 你做VC做这个那个的 然后我说 其实我其实也做了一些 股票方面的投资 但是找我聊的时候 就会发现大家说 我也买股票 因为毕竟股票和美股 是我们在海外这种学生 如果想学习投资的话 可能比较早接触的一个东西 一种投资工具吧 就是说一直在亏钱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确实18年那会儿市场不是特别好 对吧 17年18年那会儿 有一段时间市场非常不好 然后亏钱非常正常 可能把之前挣的钱全亏了 甚至把本都亏没了 就是当时我和我 当时的这个松果基金的合伙人 在做量化交易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其实自己 也有一些自己的成绩 和自己的心得 我们确实有比较好的成绩 在过去的三年 我们平均的年化 达到了27% 就是这个是 不管是对于大基金 还是小基金 虽然我们从size上来说 不算是一个大基金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 是比较难达到的一个成绩 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既然能把 这个事做起来 我为什么不把 我的投资经验 给工作人分享呢 所以我就把这个基金做起来 说身边如果有朋友想投 大家一起做 但如果更重要的 不是在这个投这个过程 而是在投完之后 跟我们一起 更了解美股 从美股作为一个 学习投资的切入点 所以当时 我在第一次松果基金的发布会上 我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松果基金 其实是一家年轻的基金 我们的投资人 最开始目前的投资人 都没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老人 而更多的是 跟我同一代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说带着大家 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以年轻人的方式 去学习投资 去做投资 从而把这个越做越大之后 我们再考虑 比如说你股市这边 学的比较懂了 量化交易学的比较懂了 OK 你再去研究研究VC 再研究PE 所以再来看看 不会这边这个揽子 来看看 项目是怎么投怎么管的 所以整个这个流程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就是松果 除了跟我名字相关之外 更多的是希望 也是一个好的期盼吧 希望不管在资本寒冬 还是在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下 我们都可以 有好的果实出来 每个人保持动灵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决定作为一个女博士 我应该开创一下 为了能够变成一个年轻的 向她考虑 因为她说 所有她的投资人 都是很年轻的 所以为了证明 我可以和90后 90后或者是95后 一样年轻 我有可能也会考虑一下 怎么样promote一下 加入一下我们松果基金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 保持青年 保持年轻 热忱的 都能支持我们每一个 不同的这个创业的企业 因为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他们一定 首先仰望星空 但是他们也脚踏实地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我能不能希望 每一位老师或者是嘉宾 能给我们在场的和不在场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一句寄予 希望讲出你们心痛的话 也能够激励我们共同前进 超哥开始吧 超哥开始 被突然提问 对 突然老师叫提问 这件事情是上课时候最可怕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 就在 是这样 我就做品牌的 我所有讲的职场的这部分 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既然说到个人品牌 我想说再微小的个体 都有自己品牌的光芒 希望能够让你的优秀 成为点亮别人的灯 谢谢 谢谢超哥 来灯 我认为就是 其实从我的人生当中 看到现在变化很多 但我觉得人的一辈子 其实很短 所以呢 你如果有你的理想 就去追逐 追逐的同时呢 要坚持 直到坚持到 你不能再坚持的最后一刻 你才考虑要不要换头 但也许 这个坚持的概念 就是你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你自己创造价值 为你家庭创造价值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去追逐你的梦想 并且坚持你的梦想 直到最后一刻 谢谢 谢谢Adam 罗姨 我认为每个人 对幸福的定义各不相同 我们要找到自己 真正的幸福点 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让自己幸福 然后才能够把幸福带给别人 谢谢 谢谢 Jim 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吧 就是可能就几个点 我觉得最需要去重视 就是第一深入思考 第二广泛学习 第三要执行 一定要有好的执行力 基本就这三点 谢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 希望我们收听本期节目和在场的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有所感悟 最后呢我希望祝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们台上的四位 希望大家蓬城万里来日方长 让我们相信The Power of Change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加工同学会 我们下周一准时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